大家好,我是硅谷别老,迪哥 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们 它的黄源养了很久,为什么不产蛋 有的七八年的有,六七年的也有 还有的最长的养了十来年的都有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探讨一下 关于黄源产蛋的这个问题 据我们那个和龟有讨论的判断的话 第一个原因就是过多的人为去干预 和改变黄源的那个生活环境 比如说环境不太合适 缺乏阳光 太潮,还有那个生理机能发育不完全 导致它那个蛋不能够成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有可能是因为通过我们跟龟有沟通 和了解情况的判断的话 有可能因为环境不太合适 太潮或者说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太过于折腾 让龟的话没有不放松 等等一些原因 像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到产单期人都是不进来的 除了到了下午就是六到八点钟收蛋的时候我们人会进来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不会去打扰它的 因为你过多的去干预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产单率 和它的状态 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涉及到龟本身呢 就是营养方面的问题 就是膳食这方面的问题 有可能是缺乏营养或者是营养不足某些方面 像我们这边到了提前那个繁殖剂的话 我们都会加大一些蛋白质的补充 比如说那个新鲜的蚯蚓呢 还会适当的为增加一些鱼虾的补给 这样对它的身体的营养进行一些补充 中上几点的话 最终就是我们判断的话 有可能就是导致乌龟 它那个身体啊 它里它身体内部的机能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 就好比像我们人一样的 如果说作息不规律啊 饮食不正常啊等等导致内分泌失调啊 人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不良的症状和反应嘛 最后补给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情况很少 一般来说的话 我觉得龟有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有的龟啊 它那个生长比较快 可能还没有到产丹的年份 它可能体体型已经比较大了 然后有龟有觉得这么大了还不产丹 为什么不产丹 结果一问才才五六年啊 或者说是年份不够等等 当然我们分析的这些原因的话 都不是权威的科学的 只是说跟龟有在讨论的情况下 我们判断是这个样子 当然在饲养的过程中 这些问题去避免 一定是对龟有益无害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请不吝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